日常上网刷进一个直播间 听主播唱一首歌 声音很好听 我一连刷了几个嘉年华 在公屏上打下一句 主播可以唱首丑八怪吗 你的声音和我那个早泻的前男友太像了 我怀念一下 半场 主播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 徐某某 有没有可能 我就是你那个早泻的前男友 我就知道你改不了刷男主播的毛病 我还改不到你 不是 你有病啊 你 恢复单身半年后 我日常上网刷视频 正好刷到一个直播间 是个唱歌的 主播不露脸 直播间里一千人左右 主播的声音很好听 唱歌的水平也很高 送礼物的特效基本没停过 弹幕上一个个喊着老公 我有点感慨 好久没听过这种声线了 手指动了动 一口气砸几个嘉年华下去 颇为财大气粗的在公屏上打下一句话 主播可以唱首丑八怪吗 你的声音和我那个早泻的前男友太像了 我怀念一下 这句话打出来时 主播还在唱歌 公屏上却被炸开了锅 富婆姐姐大气 一口气砸好几个嘉年华的实力呀 这坡天的富贵哥把握住 早谢就早谢吧 哈哈哈哈 笑不活了 声音这么好听 早谢我也忍了 不怪富婆这么爱 哈哈哈哈 等公屏笑了一轮 主播的歌声停了下来 他的鼠标声音响起 不知道点了什么 半晌听见他卸榜的声音响起 谢谢 但是半天听不见我这个榜一的ID 他小子会不会做人 等卸榜一轮之后 我清晰听见他轻笑了一声 49岁纯情美少妇 我没一条 这说话的声音好像更像了 现在这种嗓音也批发了 他不知道在想什么 半晌后响起了 带着冷笑和咬牙切齿的声音 许某某 有没有可能 我就是你那个早谢的前男友 啊 他小子 我还愣着 主播下一句已经出口 我就知道 你改不了刷男主播的毛病 我还逮不到你 不是 你小子有病吗 公屏已经开始扣问号了 主播竟是早谢男 不爱了家人们 想到我歪歪的是个早谢男 我伪了 富婆告诉我 你刚刚开玩笑的 他很行 我不能接受这个打击 呜呜 不是 主播凭一个ID认出前女友 他是太爱还是太狠 看富婆主夜回来了 就有个作品露了个手 他小子 我在公屏上 缓缓扣出一个问号 好好好 难怪耳熟呢 主播开口了 都花大手笔点歌了 给你唱 我本来是想立马退的 但是他这句话说出来 我退出去 是不是显得有点耸 好 这小子要唱是吧 他爱唱就唱 我还真不出去了 几个嘉年华不是钱吗 我消费了 当然要享受服务 主播再放伴奏了 他还真唱 唱挺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愣是从这歌里 听出了一股荡漾 这歌是这样唱的吗 一看公屏 原来不如我一个人 听出来了 骚男 竟然还敢妄图 用声音来勾引 我这词音一般的女人 一首丑八怪唱完 我听见那小子的声音 再度响起 49岁纯情美少妇 还想听什么 我给你唱 这么久没见 也不见得 你想想我和孩子 孩子天天在家 嗷嗷要妈妈 你这个没心的女人 一只小猫咪 什么时候会开口喊妈妈了 公屏 很精彩 主播快和富婆打起来 早歇不重要了 什么时候说说 你们一家三口的故事 我默默打下一句话 再造谣 我举报了 主播明显看到了这句话 他笑了声 是你先造谣我的 我什么时候早歇了 哪次不是你自己先认输 我真想拿针缝了 他小子的嘴 但眼下隔着互联网吵架 一点也不爽 他小子能小嘴巴巴巴 我只能打字 于是我默默留下一句话 半年不见这么拉了 下次来我常去的会所干吧 我点你 之后不管公屏上 有什么腥风血雨 我退出直播间 舒服了 这时候已经十二点多了 我放下手机倒头就睡 第二天睡到日上三班 迷迷糊糊间听见有人在说话 还有人扯我被子 睁眼 看见我哥处在床边 冷笑着看我 我翻了个身 没理 他小子拿我的玩偶捶我 不疼 就是烦人 我不悦地坐起来 许思玉 虽然咱是亲兄妹 但是我长大了 你不能再随便进我房间 界线呢 我哥根本不在乎我 直呼其名 他冷笑 许谭音 你以为我乐意进你房间 你是小猪吗 这么能睡 你管我 我怨气比鬼重 我哥 姓姑那狗东西 在楼下等着找你 你自己惹的秦宅 自己搞定 让你别招惹我朋友 非不听 现在甩半年了 还被人家找上门来 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 认识你俩 哪个姓姑的狗东西 我没反应过来 哟 哪个狗东西都忘记了 不愧是我妹 我哥说话阴阳怪气的劲没变 他说 赶紧下楼 把你前男友打发走 这小子最近跟家里有合作 别得罪狠了 不然我让爸妈扣你生活费 是亲兄妹 但没有很亲 二 我还是洗漱之后才下的楼 不管怎么说 见一下外人 还是要注意形象管理的 只不过 即便是这样 当我下楼后 看见客厅那抹奇长的身影时 还是忍不住顿了一下 当初我就是被这一身 不识人间烟火的气质给骗了 我以为这是个高冷的 结果到手了 是个嘴贱的 或不对版 还不让退 硬着头皮出了一年 最后还是分了 现在看到这么个人模狗样的背影 或许我应该换身衣服 化个妆在下楼 可惜这时候人已经转身了 四目相对 顾金恒未张脸 还是帅得这么不讲武德 他目光先是落在我脸上 没什么表情 仿佛我这个人的存在 都不重要一般 许大小姐过得还是美国时差呢 顾金恒轻飘飘来了这么一句 一张嘴我就知道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他现在骂人可高级 我冷笑一声 离不得顾少 现在都在网上卖一位生了 我俩分手后 已经大半年时间没见 但是不妨碍我俩 维持分手前的状态 一见面就吵架 他没说什么 没反驳我的话 按道理说 顾家应该不会破产 而且就算他家 有什么风吹草动 我不可能一点风声 也听不见 说吧 找我什么事 我走过去 大大咧咧坐沙发上 往后一靠 我倒要看看 这个前任哥找上门 能有什么正经事 总不能是觉得 昨晚说我起个嘉年华 过意不去了 昨晚退出去 顾金恒直播后 我还特地看了眼他的主页 粉丝还真不算少 没想明白 这人到底怎么 沦落到卖艺为生的 想着我也就不在 国内半年时间 这局面 怎么就让人看不明白了 顾金恒这时候 从沙发后面 拿出了一个航空箱 打开 一只圆滚滚的短毛巾剑腾 从里面探出脑袋来 我不淡定了 招财宝贝 你怎么也在呀 我没注意到 我和小猫咪说话时 声音也跟着变加了 他不知道 还记不记得我 先是探出鼻子 在我手上闻了闻 随后脑袋蹭我手上 再接着 猫猫就躺下了 露出了肚皮 哎呀妈妈的小宝贝 你还记得妈妈呀 我抱起小猫 就要亲亲两口 招财是我和顾金恒 去年在外面捡的猫 当时还是一只小奶猫 应该是身上有毛病 被无量猫舍扔了 我当时圣母病发作 非要收养 但是因为我爸猫毛过敏 这猫就暂时被顾金恒 带回家了 算是我俩一起养的小猫 招财 一只收编费用为零 最终凭借自己本事 将身价干上六位数的小猫 也亏得他会碰瓷 碰到我们俩不差钱的 养小猫这件事 我和顾金恒都亲力亲为 新手养猫难免磕磕碰碰 招财在一段时间里 都住在宠物医院里烧钱 但他确实也让我和顾金恒的感情 在那一段时间突飞猛进 分开的时候 招财已经是一只漂亮的金剑层猫猫 绿眼睛 圆脸盘 金灿灿的一团 那时候和顾金恒分手 都没让我放手招财的抚养权 来得让人伤心 但没办法 我要出国大半年 跟着我颠沛流离 还不如跟着他爹 现在时隔半年再见 招财就像是一团发酵的金黄吐司 他被养得很好 显然顾金恒没亏待他 他在我怀里打滚 我的心都要化了 开始思考 现在和孩子爹争抚养权 这件事的可执行性 三 我要出差一周 以照顾一下招财 猫粮猫杀 还有他的玩具都在了 他的语气里 没有一点请我帮忙的意思 仿佛只是离异的父母一方 让另一方照顾一下孩子 很诡异 但是带入我们好像 也没什么毛病 我没有拒绝的理由 顾金恒说了些注意事项之后 忽然顿了一下 算了 你脑子记不住这些 把我从黑名单拉出来 我给你发 分手的时候 我秉持着区区男人 分了就分了的原则 毫不犹豫的 将顾金恒拉入黑名单了 我后面后悔了 想起来拉黑后 就看不到我猫女儿的动态了 不过后来曲线救国了一下 找我和顾金恒的共同好友 给我转发他晒猫的视频 或者照片 例如我哥 为此 他不止一次骂我有病 许思雨没当过人家爹妈 是一点也不懂当父母的心 我不跟他一般计较 现在顾金恒主动将猫送上门 我怎么可能拒绝 我还是将顾金恒 从黑名单拉出来了 他发来的养猫手册 长达一百多条 看起来都是自己总结 单亲爸爸是不太容易 我信誓旦旦 保证说能照顾好孩子 让顾金恒安心上路 他沉默了一下 想说句什么 最后好像说服自己 不要和我计较太多 反正顾金恒是冷着脸离开的 我哥从楼上下来时 只看见了我和怀里的猫 信顾的走了 走了 我捏捏猫猫爪垫 慢不惊心的 不走 难道还留下来吃饭吗 曲思雨 他明显看见了我怀里的猫 走过来伸手摸了一把猫猫头 招财呆呆地伸找去揍他 明显是不让陌生人随便摸 可惜了 伤害直为零 我还是有点八卦的 扒拉了一下我哥 话说起来 顾家这是怎么了 顾金恒怎么就混成现在这样了 按照我半年前的印象 顾金恒怎么着也沦络不到 在网上当男主播的程度 曲思雨挑眉 顾家什么事都没 人家好好的 这不对呀 于是我从曲思雨口中 得知了一点顾家的八卦 说起来 这是一个一人做死 全部连做的故事 闻者落泪 简单说起来 就是顾金恒他某个堂哥 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 在有未婚妻的情况下 突然来了个女人 说这是他的真爱 要退婚 还是当众说的 当时看热闹的人不少 他完全没给面子 给未婚妻一家 这件事传到顾老爷子那 先是做主退婚 给人家女孩一家道了歉 给了不少补偿 最后关上家门 开始整治自家人 要找真爱的让他找 其他到了年纪没惹事的 也一起轰出家门 都给一笔启动资金 让他们自力更生 看他没了顾家那层身份 他们能在外面混成什么样 才半年多的时间 原本自信满满 找真爱的那位 已经将钱挥霍得差不多了 创业这件事上他不行 被骗了钱 外面也不是谁都给他面子 现在真爱已经成了过去式 因为对方对他的事业 没有一点帮助 甚至一窍不通 想回家认错 老爷子不认 显然这个苦头不吃到底 他别想回来 至于其他人 失败的失败 目前还没开始的也有 顾京衡 是这里面唯一选择了 投资社交平台的 也是唯一有所起色的 他收购了一个 原本半死不活的直播平台 用半年的时间 将他营销起来了 所以 他现在还是个老板 我难以置信 看着许思玉问道 对 许思玉给了肯定回答 人家现在可受欢迎了 和你分手之后 不知道多少小姑娘盯着 我拖了一声 挠挠招财的下巴 哥 我都闻到酸味了 你别太嫉妒人家 这句话说完 许思玉破防了 我嫉妒他 我嫉妒他什么 我是没钱 还是没脸没身材 我沉默了一下 最后实话实说 没素质 许思玉被气笑了 盯着我看半场 最后阴阳怪气来了一句 你俩也挺配 天塌下来 有你俩嘴顶着 晚上我爸回来 他老人家实在受不住猫毛 看着外孙女可可爱爱 想摸 但身体不允许 于是我和招财一起被扫地出门 四 我带着招财回了自己的房子 他到了新环境也不害怕 开始巡视新领地 这里好一段时间没住人了 幸好白天的时候 叫人来收拾了一遍 现在勉强能住人 不过住这也有好处 空间没那么大 我用不着满世界找猫 招财是一只很乖的小猫 不知道是不是小时候 被抛弃过的原因 他格外黏人 而且只连我和顾京衡 现在半年多不见 还是这样 这多少让身为老母亲的我 感到欣慰 你看这只小猫咪 他多想我 晚上洗完澡之后出来 我手机响了 一看 是顾京衡的视频电话 有病 我挂了 结果消息发来 我要看招财 紧接着又是一个视频电话 我接了 屏幕里面出现顾京衡那张 好看到有点不讲道理的脸 他似乎坐在书桌前 背景是一幅山水画 灯光有点暗 但是他身上那件胸口 袖着金丝边红玫瑰的衬衣 很惹眼 衬衣的扣子没有全扣好 解开了两颗 锁骨若隐若现 我没有第一时间开口说话 而是默默将自己的窗口调大 开始欣赏自己沐浴后的美貌 每次洗完澡都在想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我这么完美的女人 招财呢 顾京衡终于开口 我瞥了眼周围 没看见 于是礼不知气也壮地 对着手机来了一句 可能再玩呢 你没事少来打扰我们母女联络感情 顾京衡文言冷笑了声 母女感情 你这六七个月里 有回来看过她一眼吗 有问一下她的情况吗 她这三连问砸下来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她便斩钉截铁 说了下一句 你没有 你还给我拉黑了 我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我这司马昭之心 根本掩盖不住 你要是实在怨气大 那把招财的抚养权给我 我养 女儿就应该跟着妈妈 顾京衡文言 她眸光直勾勾盯着屏幕看过来 直笑 你自己都照顾不好 还想养猫呢 做的什么美吗 她看不起我 你还说我 你现在很忙吧 你都没时间陪她玩 她一只小猫咪也是会寂寞的 万一不开心生病了怎么办 我能带猫一起工作 你能吗 顾京衡开始人身攻击了 你那个破工作室里的衣服 被招财勾一下都得报废吧 你敢带她去工作室 这下轮到我冷笑了 那你呢 你怎么工作 穿着你这骚里骚气的衬衫 去直播擦边 让招财在旁边给你当观众吗 片刻 顾京衡的声音继续响起 我这算擦边 那你现在算什么 穿性感睡衣在勾引我吗 我低头看了眼自己的睡衣 很正常的睡裙 就是领口低了点 我身材好了点 那是我凭本事长成这样的 她凭什么说我勾引她 她也配 我面无表情挂了电话 不会欣赏的狗男人 不配看美女 五 我和招财的幸福同居生活开始 事实证明 一只听话的小猫 可以大大提升生活的幸福感 我画稿的时候 招财就趴在我的桌上 毛茸茸的尾巴一扫一扫 这样岁月静好 我感觉这样的生活美好的不行 她时不时会主动窝到我的怀里 撒撒娇打打滚 这样可爱的小猫 没有人会不喜欢的 没有人呜呜 我不想还猫了 顾京衡时不时在微信上 问我要招财近况的视频和照片 按道理说 孩子爹妈都有得知孩子近况的权利 我给她发了几个视频 我们聊天的频率 直接打破了这半年多的空白 但美好的时间过得特别快 顾京衡在出差第六天晚上 发消息告诉我 她就要回来了 我思考了很久 久到脚边的招财 不解地发出喵喵叫 她大概不理解 妈妈为什么不陪她玩 我将猫抱起来贴贴 最后给顾京衡发了一句 你能不能继续出差 她回了一个问号 似乎被我冒昧倒了 我惆怅地看着招财 宝宝啊 你爹要过来跟妈妈抢你了 小猫咪睁着圆溜溜的绿眼睛看我 她的小脑袋可听不懂 顾京衡出差回来当天 我特地带着招财出去洗澡了 挑的晚上 手机也没看 调静音 我捏着时间 差不多晚上十点才回到家门口 结果刚出电梯门 在走廊上 看到处的一道人影 差点就浑下霉了 看清人之后 我几乎脱口而出 顾京衡 你是不是有病 听到声音 她转过身来 顾京衡的目光 先是落在我身上 随后才看向我手上拎着的猫包 她冷笑一声 许谭音 你还挺有出息 我还以为 你要带着我的猫远走高飞呢 什么叫你的猫 我底气不是很足 好歹猫以前是一起养的 顾京衡直接走了过来 她的身高对我来说 有一定的压迫感 只不过她走到我跟前 道 我来接招财 猫毕竟不是人类幼崽 征服养权这件事 更简单明了 我也就显而易见的没有胜算 猫一直是在顾京衡家里养着的 我默默抓紧了猫包 抬头和顾京衡商量道 这样吧 你出个价 怎么样才可以将招财给我养 顾京衡在我跟前笑了 许谭音 你觉得我差这点钱 说不定呢 我就问问 你可以买别的猫 我还是挣扎了一下 我给你买更漂亮的小猫 你怎么不养别的猫 顾京衡嘲讽了一句 你觉得养大一只小猫很容易是吧 我辛辛苦苦养大招财 你回来了就强 想得美 从招财浑身各种毛病 瘦瘦小小的一只 还没老鼠大 养到现在毛发蓬松可爱爆炸 那不仅仅需要很多钱 还需要很多爱 刚将猫捡回来的时候 我和顾京衡两个人大半夜守着 生怕他一个不小心就没了 后面晚上调了闹钟 隔几个小时就起来给招财喂奶 还是因为小猫 我俩同居过一段时间 于是现在我能够理直气壮狡辩 那我也养过招财呀 你半年前已经抛弃他了 顾京衡道 我不服 张口就是 我什么时候抛弃招财了 我 我莫弟闭嘴 我抛弃的是招财他爹 顾京衡那双如钥匙般漆黑的毛子 紧紧盯着我 我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但直觉话再说下去 就是另一个层面的事了 顾京衡还是带走了招财 他说我这种前妻姐 并多只有探视的权利 神TM前妻姐 6 招财被带走的第一天 想他 招财被带走的第二天 想他 招财被带走的第三天 还是我在网上看见了他 仔细一看 那是顾京衡的账号 他发了一条招财为主角的视频动态 镜头前的小猫咪在喵喵叫 基本上顾京衡说一句话 他就喵一下 永远不会让化掉地上 这么乖的小猫 他就是我生的鸭物 顾京衡这个天杀的猫猫贩子 评论区全是一水的夸猫可爱 以及问猫猫 喜欢什么颜色的麻袋 对吗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人不喜欢这么可爱的小猫 顾京衡的头像显示他正在直播 我没怎么犹豫就点了进去 我发现他开了摄像头 但不是对着脸的 是他脖子以下的部位 众所周知 互联网上有那么一大批 去投可食的互联网男友 大家根本不在意 他们长什么样 甚至希望这群男人 一辈子也被露脸 他们想象中他们是什么样 他们就长啥样 再帅也被露脸 所以顾京衡露这么些 已经勾勾的不少小姑娘 心圆一马了 但是画面内的主角 不仅仅是顾京衡 他怀里正抱着招财 蓬松的像金黄面包的可爱小猫 他的左手正撸着招财下巴 同时还在唱歌 宠物 男人 手和声音 只能说顾京衡 已经将流量密码都掌握了 怪不得人家能将直播搞起来 我的小猫 嗚嗚 还要为了罐罐 被他爹逼着直播 我心疼孩子 手一动 好几个嘉年华又砸了下去 接连出现的礼物特效 没有让顾京衡唱歌的声音 出现浮动 他唱歌确实好听 不然我之前也不能直接在 KTV直接对着小子见色起义 他作为我哥的朋友 我当然是进水楼台先得月的 这男人追起来确实不容易 但是追到手之后发现 他人前人后确实是两副面孔 幼稚鬼一个 直播间不知道为什么 居然还有顾京衡的粉丝 记得我的ID 他们在礼物特效过后 纷纷在公平乐和上了 纯情姐来了 大家闪开 我看看今天是个什么节目 姐你上次说主播不行这件事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一声令下 我笑她一年 纯情姐我真的哭死 你人来就是了 还这么拓废 看得出来纯情姐超爱 主播现在都成不行歌了 她还花钱 纯情姐真是纯爱战士 不行歌现实到底多帅呀 姐这么念念不忘 我盯着自己49岁纯情美少妇的ID 陷入沉默 网友的脑洞就是大 给一点苗头 他们都快将我和顾金恒 破镜重圆的剧本给安排上了 大家上网主打一个顾自己开心 谁管主播的死活 顾金恒都不得不接受 自己不行歌的绰号了 则 我吃不了这个 被当成恋爱脑的亏 当即就在公平上澄清 给招财的抚养费 孩子看着就不喜欢现在的家 麻烦送回来给我养 差不多这个时候 顾金恒一曲唱完 看着热闹的公平 忽然吃笑了一声 现在来抢抚养权了 早干嘛去了 我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 起早贪黑 网友们向来是看热闹 不闲是大的 他们纷纷在公平上 哈哈哈哈 孩子总还是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的 顾金恒的粉丝 估计和他本人一样沾点毛病 但是顾金恒很有意见 他不知道是不是为了直播效果 他看着弹幕冷笑了一声 那个说我不能生的 管理把他踢出去 瞎造谣 凭什么是他为了孩子凑合呀 我不凑合吗 我是什么不值钱的人吗 追我的人 从这里排到了法第四圣诺 我条件很差吗 单亲家庭怎么了 我养的猫不好吗 我一个男人带孩子 很不容易的 你们说话注意点 网络暴力会伤害一位单亲爸爸的心 很少看见主播一句句对粉丝 但是粉丝全程哈哈的 我以为顾金恒在网上会端一端 他高冷男神的人设 没想到这个互联网 好像是将他的天性释放了一样 他说话都不太管别人死活一样 我想点出去的 但是画面上的小猫 就像是给我的眼神装了定位之后 我一不开视线 招财那双懵懂的大眼睛 就这样盯着镜头 我的心都要融化了 这种自己养大的小猫 谁能割舍呀 只不过招财大概在顾金恒怀里呆烦了 他忽然从顾金恒怀里跳了下去 消失在镜头范围内 我的小猫 我就是过来看女儿的 没了小猫这个男人有什么看疼 顾金恒没去将招财抱回来 但大概招财在他的设备上跑来跑去 顾金恒忽然来了一句 招财 不要财爸爸的东西 他这个声音其实很适合当配音的 低沉的恰到好处 尤其是在某些时候 算了 打住 我直接又接着搭上了俩滑子 在公屏上打了三个字 看看猫 顾金恒明显看到了 他吃笑了声 看看猫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不强迫动物表演 但你既然消费了 那我给你个探视权 来我家看 这句话说完之后 顾金恒的直播间也出现一阵礼物特效 大哥大姐们纷纷留言 要去他家看猫 顾金恒淡定道 各位消费的朋友们想听什么歌 我给你们唱 这人还有两副面孔 显然我不差这点钱 顾金恒也不差 但是他收钱不办事 还拿我当节目效果 这一点我忍不了 我当即就退出了直播间 但我这个人多少有点犯贱体质 为了有空没空看两眼招财 我给顾金恒点了关注 于是接下来好几天 我都能在顾金恒更新的作品 和直播间里看到招财的身影 越看越心动 说起来 顾金恒也承认我是孩子他妈 那这小猫给我养又有什么问题 大概因为我给顾金恒砸了点钱 又给他的直播整了点节目效果 后面发现 有几个差不多同类型的男主播 后台私信我 让我去看看他们直播 说他们家里也养了猫猫狗狗 只能说 小男孩们都挺努力的 8 可惜顾金恒这狗东西 他营业也只营业那么几天 之后的时间 我根本蹲不到他直播 结果看他作品 下面的粉丝留言才知道 这小子的营业频率 一向扑朔迷离 这几天几乎天天播了两小时 已经是少见的情况 人家是当老板的 根本不需要天天营业 他的热度就没低过 很好 我怀疑我被顾金恒 这小子耍了 他故意的 甚至我在微信上 问他招财的动态 他也没理我 我不知道顾金恒是真的忙 还是单纯的想吊我 我更倾向于后者 但他愚弄一位 心细猫女儿的老母亲 实在是太过分了 没几天 是顾金恒那狗东西的生日 没给我发请柬 没关系 我有哥 许思玉说他上辈子 一定干了伤天害理的事 所以这辈子 认识了我和顾金恒 我俩闹矛盾 他家在中间难做人 不过许思玉 还是带我去了 顾金恒的生日宴 他不想的话 我总能给爸妈 能说上两句他坏话的 都是亲兄妹 谁还不知道 谁那点糗事 我反正无所谓 我爸不揍女儿 但他真骂儿子 于是我成了许思玉女伴 出席这种场合 我自然还是盛装打扮了的 只不过 等我挽着我哥的手 出现在顾金恒生日宴上的时候 还是吸引了不少异样的目光 毕竟我和顾金恒 谈过恋爱这件事 可以说是人尽皆知 那时候还真挺喜欢那狗东西的 许思玉和顾金恒的关系 还是不错的 抛开我来说的话 所以许思玉进来 第一时间就是去给寿星贺寿 我作为女伴跟着一起 许思玉完全没有管我的意思 他给顾金恒送了辆车 比对我还大方点 顾金恒本来就众心捧愿 周围一堆人围着他敬酒 这会儿不知道喝多少了 他接过了许思玉扔过去的车钥匙 随后目光落在我身上 我看见他意味不明地扯了一下嘴角 你来干什么 问的是我 逢场做戏谁都会 我冲他露出了灿烂的笑 当然是来祝你生日快乐呀 我认为是正常人都会明白 我这句话听了有多客套 结果顾金恒就跟听不懂人话似的 他张口就问 那我生日礼物呢 试问 谁会给前任哥准备生日礼物 我笑得有几分咬牙切齿 我和我哥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们当然一起送的啦 许思玉一听一个不支声 他根本不想卷入朋友和亲妹的纠纷里 大概是半年前我俩分手 他被夹在中间两同男做人这件事 还是给他留下太深刻的阴影了 如果能选 他估计想叫我俩都嘎了 顾金恒冷笑了声 没就洁身礼物的事 我也就自由活动了 顾金恒好歹算是顾家目前为止 最有出息的小辈 他的生日晚宴来的人各有来头 算是个不错的应酬场合 他的场子结交人脉 我有个展就要开始办了 认识的人多点也好办事 差不多九过三旬 我往身边看了眼 发现大家个忙个的 于是我上楼去了 顾金恒这别墅我以前也来过 他一般办宴会什么的 都会在这边住几天 养的猫自然也会带过来 二楼还是开放的 我直奔三楼 三楼的门是锁着的 密码锁 我试了一下 开了 顾金恒这小子就没有改密码的习惯 我溜了进去 就 我关上门的瞬间 就看见了从房间里 有点困惑的模样 但是很快就来回蹭我的脚踝 我的心一下子就化掉了 我弯腰抱起了小猫 在他脑门上亲了一口 招财宝贝 你真是想死妈妈了 我直接坐在沙发上撸猫 这种宴会什么时候结束难说 顾金恒这三楼关得严严实实 大概也是怕有人上来吓着猫 或者让他跑出去了 招财还是小奶猫的时候 就被我们捡回来 千娇百虫养着的 如果说跑出去 这小家伙可不一定能活下去 只是我忘了一件事 别人不会上三楼 可不代表这别墅的主人不会 此时我正抱着小猫在叙叙叨叨 我上来前喝了点酒 这会儿话有点密 但是招财是指好小猫 他每句话都不厌其烦给回应 撩喵声甜得让人受不了 和小猫说话 会让每个人情不自禁变成家子 身后开门的声音响起时 我抱着猫在落地窗前看月亮 还没怎么反应过来 直到后知后觉转身看了眼 顾金恒的身影出现在身后 他此时身上的西装外套搭在臂弯 领带被扯松了 扭扣也没有好好扣 看起来醉了 他波澜不惊的目光落在我和招财身上 没说什么 转身关了门 之后走到沙发前 大大咧咧坐了下去 怀里的招财喵喵两声 从我怀里跳下去 小跑到他爹怀里 踩着顾金恒的小腹和胸膛 去闻他的气息 顾金恒伸手去摸猫猫脖子 漫不惊心撸猫 我顿了一下 要知道 帅哥和猫这样待在一起的画面 是很养眼的 如果在平时 我很乐意继续在原地看下去 但是我现在是一个不请自来的人 不太道德 也不太礼貌 我想着顾金恒现在喝醉了 把我当幻觉也不是不可能 于是我试图假装 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往门口的方向走 站住 顾金恒的声音响起 他声音有点懒散 许谭音 我是喝醉了 不是死了 你没必要这么不尊重我 我转身 看见顾金恒 拍了拍他旁边的位置 过来坐 我其实不怕他 但我女儿在他手上 我走了过去坐下 招财毛茸茸的尾巴 时不时扫过我的手臂 他真的被养得很好 我说 你今天怎么专门过来一趟 就为了猫 顾金恒吃笑了声 这猫在你看来 就这么重要 他这句话 我听着不怎么高兴 你觉得不重要 那你怎么不将招财给我 凭什么给你 他反问了一句 小猫是你生的吗 就敢随地打小妖 我算是看出来了 顾金恒是真喝醉了 他喝醉了说话 就是这么吊的 这种时候 和他讲不通道理的 我看着他问 那你怎么才肯将猫给我 顾金恒轻笑了声 你过来点我告诉你 我文言凑了过去 顾金恒身上的香水味很淡 但就这样 丝丝缕缕飘入我鼻翼间 招财在他怀里 我凑近的瞬间过来蹭我 可爱死了 这时候我才察觉到 顾金恒的眼尾有点泛红 眼睛不满红血丝 他好像睡眠不是很好 顾金恒扯了一下嘴角 他说 我开心了 就能将猫给你 招财在这时候 忽然从顾金恒怀里跳下去 我吓了一跳 身体短暂失去了平衡 不小心往他那靠得更近了些 顾金恒的反应更快些 他伸手去扶住了我腰 他忽然笑了声 这么讨我开心啊 我真想将他那张嘴缝上了 只不过 当我要起来的时候 顾金恒伸手搂得更紧 我听见他来了剧 也不是不行 时 我抬眸对上顾金恒的视线 他眸子里含笑 但也带着醉态 男人三分醉 眼到你流泪 这句话我一直深以为然 只不过 大概我有点酒精上头 我说 顾金恒 那你现在开心了吗 不够 他说 目光从我的眼睛慢慢往下移 落在我唇上 带着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示 我当然听懂了 只是我又没病 他忽然往前凑了一下 猝不及防亲了我一下 在我腰上的手 慢慢转移到我脸上 我愣住 我没想到 他小子来真的 他声音微雅 像是蛊惑人般道 想把招财带走也行 我没等他将话说完 一下子伸手将他推开 顾金恒往后倒在沙发上 忽然不动了 我凑上前看了眼 发现他只是睡着了 年轻真好 倒头就睡 我脑子里 就记得顾金恒刚刚说的那句 想把招财带走也行 恒说他亲也亲了 猫我带走怎么了 招财在我脚边喵喵喵 养着脑袋看我们 我终于意识到 那句话的含金量 质疑 理解 成为 超越 天王老子来了 这小猫也是我生的 我弯腰一把超级小猫 让他放进猫包里带走了 招财在这个过程中 乖巧极了 一声喵喵叫都没有发出 他配合极了 我对顾金恒这里很熟悉 甚至清楚后门在哪里 哪里会少人 许思玉还在应酬 他小子现在也懒得理我 我拎着猫走出一段 打车就走了 这不是头猫 这叫争取孩子抚养权 十一 只是猫在我手上 还没捂热乎 第二天下午 我就被酒醒后的顾金恒 找上门来了 门铃响起那一瞬间 我还以为说我的快递 大意了 一开门 一个男人直接就闯进来 看清脸的那一瞬间 我才松了一口气 顾金恒 你知不知道 你这算是私闯民宅呀 他大概白天醒来后洗了澡 身上还带着沐浴露的清香 闻眼转身看我 又看了眼跑过来迎接他的招财 冷笑一声 行呐 我私闯民宅 那我是不是应该告你入室抢劫呀 你说话注意分寸 我提醒他 是招财自愿跟我走的 顾金恒 他一只小猫咪能懂什么 被人抛弃半年 这不还拿人家当妈 光长肉不长脑子 招财 恶平 别听 我不是很欢迎一个 要跟我抢孩子抚养权的男人 登堂入室 但是显然这件事解决不了的话 我跟顾金恒 还得继续拉扯下去 你昨晚说的 你开心了 我就可以带走招财 我开始和他讲道理 顾金恒文言 冷笑了声 随后走到我家沙发上 招财跳到他腿上 顾金恒修长的手指 轻轻在猫猫下巴挠着 他抬眸直勾勾看向我 我是说我开心了 就可以让你带走招财 但是 你让我开心了吗 你让我开心了吗 这句话问出口 我猝不及防一顿 你亲我了 他都不要脸了 我还能输给他 许谭音 我是喝醉了 不是死了 请你一口 能给我每个姜猫送给你 顾金恒择了一声 上下打量了一下我 我是什么很贱的人吗 我坐下来看他 抱胸冷笑 那你说吧 反正猫我要定了 他昨晚是有句话没说完 我现在倒是要看看 他说出什么话来 顾金恒垂眸逗了一下猫 随后又看向我 一有所指扳道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个屁 什么人啊 还要我揣测他心思 和我结婚 招财就可以成为 我们婚后共同财产 我幻听了 顾金恒有什么病吗 他过于冒昧了 我还是没忍住 开口问 你是不是有病 顾金恒仿佛公事公办班说 我年纪不小了 需要一位妻子 你家事和年纪都合适 刚好和我谈过 有什么问题吗 我听他说了半天 沉默了又沉默 最后一言难尽问他 你到底是要联姻 还是要复合 说话依然怪气的 这不像是个能好好说话的 这会轮到顾金恒沉默了 他问 有什么区别 十二 我文言冷笑 你觉得你这是要复合的态度吗 我们这是能复合的样子吗 顾金恒大概很不服气 凭什么不行 你在外面有别的勾 太难沟通了 我懒得理他 正好最近画图画得我脑壳疼 再和顾金恒聊下去 我不行了 我站起来就要回房休息 至于顾金恒 他爱干嘛干嘛 只是我不说话 顾金恒不知道自己脑补了什么 我路过他的时候 手腕忽然被拽住 吃中了一下 我摔在顾金恒腿上 招财这时候 在沙发靠背上面趴着 圆溜溜的眼睛盯着我俩 你干什么 放开我 顾金恒不仅没放开 还搂得更紧了 他踮了一下腿 我身体往后仰 随后下意识搂住了他脖子 他的声音响在我耳畔 怎么 外面的狗男人能我带劲 一句话将我的记忆带回半年前 我们分手前确实如交似漆 他确实带劲 对对对 我从来不肯在嘴上吃亏 外面的男人听话懂事 一个个结语花似的 谁能不喜欢 他生气了 声音都有点咬牙切齿 我记得我没同意分手 他是没同意 半年前我们分手 也不是因为感情到头了 但现在年轻人谈恋爱都会说 三天不联系默认分手 半年都够换几个前夫了 顾金恒捏着我的下巴 那双好看的毛子直勾勾盯着我 我让你出去冷静几个月 好好思考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转头和全世界宣告我们分手了 还二话不说拉黑我 许谭音 你这么玩我的吗 半年前我正在创立自己的品牌 并不顺利 哪怕我有许家作为靠山 没人看好我 顾金恒看在眼里 他觉得我过于内耗了 他甚至用了自己的人脉 给我拉来客户 但这不是我想要的 我可以靠家庭 但我不想靠他 我不想以后别人提起我之后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顾金恒 我喜欢他 但我不能成为他的附属 这点潜在的矛盾 在我决定出国工作半年之后爆发 他察觉到了 我要和他挑亲关系的意图 我们吵架了 抓到我在网上刷男主播 其实只是一个个小小的导火索 我那时候 在网上物色男模特来着 人在感情漩涡里面 容易成为不会说话的哑巴 以及口不择言 我和顾金恒都是嘴见王者 他认为我得到他之后 就不珍惜了 还试图和他撇清关系 我则是无法忍受 他在我事业上插手过多 我必须先是独立的许谈音 而后才是他的恋人 说到底 大家在感情上都不够成熟 反正真想分 对方连呼吸都是错的 我提了分手 顾金恒没有同意 他说的是先分开冷静一下 我坚持的是分手 13 眼下 我沉默了半赏 最后给顾金恒说 顾金恒 分手不需要你同意的 所以我现在跟你谈的是结婚 不是复合 顾金恒将我的话堵了回来 我算是发现了 他多少是有点毛病 我们两个人现在根本就不是谈事情的姿势 我伸手去推他 顾金恒 我现在又不喜欢你了 姐哪门子的婚 不喜欢我了 还敢惦记我的猫 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 你拿什么跟赵才比 大概是听见自己的名字 赵才在旁边小小的喵了一声 无辜又可爱 我凭什么不能比 光他讨人喜欢 我不讨人喜欢吗 顾少哪里是不讨人喜欢 喜欢他的姑娘多了去了 顾金恒 我再说一遍 我现在不喜欢你了 我盯着他的眼睛说 是吗 顾金恒冷笑了声 那你这半年一直让人给你截图我朋友圈的吗 别说你只想看招财 我又不是每一条朋友圈都晒猫的 难不成你偷窥我动态 只是想知道我死了没 我配合你玩了半年 结果到头来你就一句不喜欢我了 顾金恒倾向 图片看腻了 那看真人怎么样 能看能摸还能玩 他好像一句话带我上高速了 但是我没证据 许谈音 顾金恒伸手去碰了一下我的脸 捏着我的下巴看我的眼睛 你要口是心非到什么时候 你就跟那煮熟的鸭子似的 到死嘴都是硬的 我沉默 百感交集 但说不出一个字 被前任发现自己一直偷窥 他朋友圈其实是一件很尴尬的事 说话 顾金恒不耐烦了 他择了一声 干脆不给我说话的机会了 你不说话就别说了 接吻 说着 他直接按着我的脑袋亲了过来 这和昨晚的倾瓶点水不同 我愣了片刻 才后知后觉去推开他 但推不开了 顾金恒明显动了真格 他汹涌的仿佛要将我给吃了 我一开始还零零碎碎说两句话 后面说不出口了 他的动作强势又带着温柔 我喘不过气来 身体发暖 我们不知道 适不适合用久别重逢干柴烈火来形容 这个吻有点止不住 顾金恒一言不发 墨地将我打横抱起进房 之后 又将跟着进去的招财放出去 反锁房门 任由招财在外面挠门也没管 房间拉上窗帘 和晚上其实没什么区别 我记得我后面哭了 顾金恒亲着我的眼泪 他的眼泪也沉默地砸在我身上 滚烫的泪水 我不知道自己是哭泪还是做泪的 我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房间依旧是黑的 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 我手机没在房间里 我只能起来去开门 门外亮着灯光 顾金恒光着膀子在喂猫 身上的胸肌和腹肌看起来很吸引人 分开这半年 看起来没少抛健身房 他弯腰给招财放了凉 顺手摸了一下猫脑袋 我没说话 嗓子很干 没说话的欲望 顾金恒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然后去厨房 给我倒了杯水出来 喝水 我接过水杯 瞥见他胸口有几处红痕 像是我弄出来的东西 但是我不太记得了 有点太混乱了 我们两个就像是不太熟一样 刚才那些争吵 仿佛随着睡的这一觉 又回归平淡 大概是处于想吵吵不起来 要甜蜜 又还需要一个过渡期那样 直到顾金恒走进房间 顾金恒忽然拿起了一个空的盒子问 你家为什么还会有开过的套 刚刚情况很急 他在抽屉里找到了两个剩下的 我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剩下的 但是显而易见 能在这里用得上这玩意的只有一个人 我很累 刚躺上铺好的床 听到这句话之后没想理他 结果顾金恒认真了 他走过来说 你跟我说实话 我不生气 他这语气听起来就不像是不生气 我烦了 直接一个枕头扔了过去 你自己用剩下的东西 你问我算什么意思 真这么隔应是别的男人用过的 我不记得我这里有剩下的这玩意 招财刚好就在这时候进房间了 他看着我和顾金恒喵喵叫了两声 迷茫无措的像是父母吵架 被隔在中间的孩子 14 顾金恒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 他凑过来道歉 对不起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几个意思 顾金恒 如果你在外面真有狗 现在断了吧 我累了 睡不够 顾金恒精力充沛的 真像没见过女人一样 也懒得在这时候 和顾金恒掰扯我们之间的关系 招财跳上床来陪我睡觉 顾金恒问了我一句想吃点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吃 之后房间重归黑暗 我耳边伴着招财小小的呼噜声入睡 在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事 我发现自己在一个怀抱里 顾金恒的体温好像比我高些 他很热乎 我抬头就看见他的脸 这时候闭着眼睛反而显得他斯文很足 我伸手去碰了一下他的脸 鼻梁 眼睛还有唇 顾金恒醒了 下意识低头吻了一下我的脸 然后换了个姿势继续抱着我 我转了个身 枕头边是睡得正香的招财 顾金恒跟着从后面抱过来 谭音 他稳了一下我的脖子后面的皮肤 好像回到了我们热恋的时候 要起床吗 我觉得有些话要说清楚 我没有答应复合 顾金恒闻言嗡了一声 行 紧接着便听见他来了一句 我带着拖油瓶来和你搭伙过日子而已 不知什么时候变成拖油瓶的招财 我想说句什么 结果顾金恒手机这手响了 他接通之后便起床开门 拿了不少东西进门 我起来去看了一眼 他自己的衣服还有日用品都被打包送过来了 顺便还有我们的早餐 我什么时候同意你在我这住了 我问他 顾金恒下巴一扬 看像睡得一脸潦草的招财 他喵喵叫着喊开饭 你不是要孩子抚养权吗 顾金恒这话里不值气也壮 孩子爹你也收了呗 富贫女贵 这一套他完明白了 15 顾金恒真在我这里住下了 他甚至将他平时直播的设备也搬了过来 占了我一个客房 他就这样没名没份跟了过来 和去年那个谈恋爱谈的人尽皆知的他不太一样了 我不知道顾金恒这样算不算恋爱呢 他搬进来之后其实没有打扰我的工作 也没有过问我的工作 招财每日都在我怀里喵喵叫 这种生活其实挺幸福的 许思雨没多久就知道 我俩又重新搅和在一起了 他没惊讶 只是冷笑着评价了一句 我就知道 他还说了一句 你俩最好给我锁死了 再分一次两边都给我要死要活 我就和你俩断绝关系 据我亲爱的哥哥所言 我刚分手飞国外那段时间 白天他接我的电话 我在那头哭得要死要活 晚上他被顾金恒拉出去喝酒 他喝醉了继续要死要活 我俩给他整个孔恋爱了 没好意思跟他说 顾金恒在我这边现在没什么名分 顾金恒晚上偶尔会开点直播唱唱歌 或者和网友聊聊天 没多久就有人发现他直播的背景变了 问起他是不是搬家了 问这个问题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顾金恒就是看见了 他摁了一声 对搬家了 接下来估计比较长一段时间都住这里 自己的房子不是我的房子 也不是租的在谁家住 他轻笑了声 这个就不说了 你们纯情姐不让说 不行哥 你有点过于预概迷章了 哥你到底行不行啊 纯情姐这都能让你重新上桌 他是真的超爱还是你真行啊 哥谢谢你 我差点就不知道你和纯情姐附和了 不是 你吃上纯情姐的软饭了 我极度的发狂 冷知是 不行哥自己也是富二代创业 人家不差钱 当时看不行哥那么搭理纯情姐 就能看出他余情未了 果然啊 我本来是不知道这个直播的 但是后台突然一堆人私信让我去看直播 我刚点进去 就听见顾金恒的声音响着 别瞎带节奏 我凭什么不能吃上这碗软饭啊 你们说 以前我俩谈恋爱是他先追的 纯情姐漂不漂亮 问的什么废话 我帅不帅 我很帅 谢谢 我不行 我女儿都生了 你们凭什么说我不行 镜头里 招财懵懂的小猫脸 彰显着她的可爱和无辜 我消费几次之后 账号等级也高起来 进入直播间带效果提示 顾金恒一开始没注意到 直到公平一个劲刷纯情姐 他突然就不吱声了 刚刚小嘴不停在那叭叭叭呢 我打了个问号 公平开始各种刷 老公你怎么不说话了 顾金恒终于开口 公平注意发言 老公是能乱喊的吗 我们只是网友 你们这样显得我们过于暧昧了 注意分寸 但是公平这时候刷让我过去和他一起直播 他的粉丝想看我 看什么看 什么你们也敢想 你们想看就能看 想什么没事 打赏华子看纯情姐一眼 不行不能看 然后我就收到了很多爱客 衣水的姐姐 想看看你曼妙的身姿 我们问的是纯情姐 不是你 主播也注意分寸 老婆老婆 你们一起联动播一下呗 我们不看脸的 顾金恒又急了 你们别太过分了 喊什么老婆 我都没喊上呢 他一急 网友就更乐呵了 一个个在公平刷着喊我老婆 我原本真觉得 顾金恒这样的公子哥 不适合去干直播 谁想到他那张嘴 还真有网友喜欢 他直播的节目效果 还真挺多的 就是我突然多了很多老婆 是气急半坏下播的 直播间的网友 看起来要乐死 他下播之后来我书房叮嘱 我不要搭理那些 喊我老婆的人 他跟一群女孩子吃上醋了 别的不说 我后台多了不少 想吃软饭的男孩子 16 后来有一天 我还是不小心入境了 他的直播间 我出去跑了一趟展馆 看布置 沟通细节 还有各种模特 以及邀请嘉宾的内容 都需要落实 即便我的工作室 每一颗螺丝钉都在转动 我总归也是要跟进不少内容的 我筋疲力尽 回到家时已经很晚 迫切需要小猫来充电 进门的时候 招财没有来迎接 说明他在顾金恒 录哥直播的那个房间 我没多想 当时没听见里面有什么声音 以为他没在直播就进去了 进去发现他还真在直播 你在直播 顾金恒下意识 看了眼电脑上的画面 我的脸没入镜 他才松了口气 嗯 你回来了 招财呢 然后顾金恒 就将他怀里的猫猫递给了我 我退出房间 在门口听见 他在里面又开始 和粉丝对上了 我对象身材好观 你们什么事啊 喊别人对象老婆 是什么毛病 你们没有自己的老婆吗 声音好听 又和你们有什么关系 没错我对象就是又好看 身材又好声音还好听 有钱还愿意养我 你们嫉妒了是吧 他在互联网吹上牛了 我没管他 抱着招财就去贴贴 十七 回国几个月后 我的展终于办上了 来到现场看秀的 除了我邀请的几位朋友 还有不少明星网红 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服装设计师 媒体也不少 我的品牌算是在逐步立起来 这时候我的事业 已经不像之前那么迷茫 走出去别人也喊我一声许总 顾京衡也出席了 只不过他和我哥坐在一起 两个人不知道说了什么 闹得不是很愉快 有媒体发通稿说 顾家和许家生出嫌弃 后来顾京衡回家 义愤填膺控诉许思域 你哥居然说你爸妈 已经在给你物色合适的结婚对象 但是备选人名单里面没有我 这事我还真不知道 但按照我和他谈过 又分手这一处 我爸妈也不能将他放进备选里 我爸妈讲究门当户队而已 他们又不是要将女儿送火坑里 我什么时候能转正公开 顾京衡抱着我问了这么一句 你事业发展起来了 总不能还说男人耽误你工作了吧 但是认真想想 好像也是 我俩这段时间确实没什么大矛盾 过得还算快了 行 转正了 其实也只是嘴上一说的事 我们平时在外面碰到的概率不大 以前也没刻意避嫌 但是当晚 我和顾京衡复合的消息 被他宣传的 连他大姨家养的狗都知道了 一个男人不知怎么的 就正不稳重 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 纷纷住99的 但是估计 他们之前没想着我和顾京衡 会都吃回头草 我哥在我们两个人的朋友圈下面 各自评论了一个死亡微笑 你不知道他是盼着我俩好 还是不盼着 18 顾京衡后面回了顾家的公司 他也就没多少时间 去管那个直播公司 大部分都交给了合伙人去办 直播也少了 基本上一个月都播不了两次 每次开播 他说就是单纯跟粉丝互对几句 聊聊天唱唱歌 他的粉丝一开始天天哭 说他们就喜欢 恋男人那回犯贱的嘴 有时候还来私信我 催顾京衡营业 可惜我那时候也忙 我十天半个月不看那软件 又两年 我和顾京衡结婚了 搬了家 不住我那大平层了 住顾京衡名下的一套新别墅 他说他早就准备好的婚房 非要住哪 说我要的大衣帽间 落地窗 浴缸 什么都安排上 家里太大 要请人来每日打理 招财溜弯的小世界 包括了三层别墅 以及后花园 他可喜欢在花园里玩了 婚后两年 我们生了一个女儿 招财做了姐姐 时常守在婴儿床 看她的妹妹 宝宝哭了她第一时间去哄 后来女儿八个月大 我在公司加班 中途刷手机发现 顾京衡那个将近一年没动静的号 居然开播了 我下意识点了进去 听见他在说 对 今天开播就是给大家介绍 我们家新成员 招财的妹妹 小珍珠 因为她是我们全家的掌上明珠 我看着她怀里抱着女儿开播 招财也蹲在桌旁边看妹妹 为什么纯情姐不在 我老婆加班去了 她现在老忙了 动不动就出差 主播还在吃软饭 对对对 还在吃 爱吃多吃以后会努力吃 生女儿的秘方 夫妻感情好就能生女儿 我女儿当然可爱了 真不是我有滤镜 她长得跟我老婆小时候 照片差不多 长大了 肯定和她妈妈一样漂亮 顾京衡虽然抱着女儿直播 但是直播里 也只露出了女儿的小手小脚丫 以及她的各种英言英语 后面小珍珠哭了 她还手忙脚乱哄来着 还直播了一场奶爸喂奶 我回到家之后 她的直播已经结束 小珍珠和招财也睡了 洗完澡出来 发现顾京衡就在床上等我 穿的也不是正经睡衣 没有谁家正经睡衣身V 还带镂空的 老婆不早了 睡觉吗 顾总发出诚挚的邀请 我一顿 那个没有了 顾京衡 我今天买了 他人还怪贴心嘞 之后关灯 开分为小灯 少而不移 番外顾京衡视角 第一次见许谭音 我还不知道 她是许思玉妹妹 但是那个局里 她穿着一身红裙 好看 我第一次意识到 自己肤浅 后来没几天 有个自称是许思玉妹妹的人 加了我微信 去问许思玉 她说没错 就是她妹那个凡人精 她让我别管她就是了 她说她妹就是单纯严控 过段时间就下头了 但是许思玉说错了 许谭音没下头 我也跟着上头了 一开始 我没怎么理会她 直到后来有一天 去找许思玉的时候 看到她和许谭音 我才将人和名字联系在一起 我们正式开始有接触 我确实有点装 当然她也是 我在许谭音面前 立了个高冷的人设 她在我这立了个 文静大方的人设 但我们都没装得了很久 刚在一起没多久 就各自暴露了 但她挺可爱 觉得自己追的 咬着牙也要谈下去 真挺可爱 她的暴躁仙女人设 我也喜欢 后来我们一起养了招财 一只可爱 但一直凭实力 在掌身架的金剑层小猫 谈了一年恋爱 我们都闹出了不少矛盾 后面她提了分手 之后就出国了 我觉得我们的矛盾 不至于分手 一国恋也不是不能接受 于是我飞过去找她 看见她坐在长椅上 和她哥打电话 哭得稀里哗啦 许思玉大概在电话那头 让她回家 许谭音又哭着说不 我突然意识到 我的出现 也许真会影响她心态 于是那段时间 我和她都找许思玉哭来着 许谭音大概不知道 她找她哥要我的动态 我也在找她哥 要她的近况消息 许思玉差点和我绝交 她根本不想理我们俩 不过后面许谭音回来了 她居然惦记一只小猫 比惦记我还多 我忍不了一点 所以我带着猫 一起打包进她家门了 我不信她的心真石头做到 好在她就是单纯嘴硬 我的脸 身材 家世 资产 基因 以及有趣的灵魂 她总有一样是贪图的吧 反正现在我老婆还在热炕头 不过有一说一 我不认为我是恋爱脑 全轮丸